大家好,又到了我们的哲学视频 那么这个视频我就接着上次的继续讲下去 我们开始讲下一段 下一段开头是这样说的 这样在所有的实践知识中 不仅道德法则和它的原则一起 与所有其他任何含有某种经验性东西的知识 有本质上的区别 而且所有的道德哲学 完全建立在它的纯粹部分之上 并且在运用于人类时 道德哲学不仅不需要从 关于人的知识 人类学 这是括号当中的人类学 借来任何丝毫的东西 反而给予作为理性存在者的人 以先天的法则 这个意思也可以说是对之前的一些段落总结 就是说在所有的实践知识当中 道德法则 以及从他的道德法则推出来的一些原则 和其他所有的一些经验性的知识 有本质上的区别 也就是说道德法则和其他的任何来自于经验的法则和规律 是有本质差别的 这些本质差别是基于这些法则的内在的原理 是完完全全不同的 他们完完全全是工作在不同层面上的东西 所以说这两者之间是不应该有任何混淆的 而且道德哲学 它是必须完全建立在它的纯粹部分之上 也就是上一次包括前几个视频说到的 它不能基于经验 它必须完完全全的建立在纯粹部分之上 是基于人的纯粹理性的 所以在运用到人类的时候 道德哲学不仅不需要从关于人的知识当中借来任何东西 反而给予作为理性存在者的人以先天的法则 也就是说当我们去判断一个道德问题的时候 或者要对某件事情做出一些道德评价的时候 我们如果真的要把它诉诸真正的道德法则的话 或者诉诸真正的道德哲学的话 那么我们不可以从我们的经验当中去借来任何东西 我们完完全全的要把它作为一种人的理性的内在法则 从而去做出先天的判断 正是因为这样所以说我们在我们的知识判断当中 或者在我们的价值观当中才会有了所谓的普世价值 才会有了什么就是很多的这种道德的一些绝对必然性等等 作为普通人来讲的话 其实虽然他们不一定懂道德哲学 但是他们在人的理性当中也会有这样的一定的意识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台湾问题的时候 比方说我们在台湾政治问题的时候就会谈到 自由平等这是普世价值 是我们所有的国家所有人都应该承认的价值 是一种普世价值 或者我们在台湾一些普通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会谈到某些事情是应该这么做的 当我们说这件事情是应该这么做的时候 我们往往自认为至少是自己自认为 我们会排除掉我们的一切经验 我们会觉得不是我认为应该这么做 而是这件事情应该就是应该这么做 所以大家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在我们做道德判断的时候 我们会自然而然的诉诸排斥一切经验 我们会把我们所做的一切判断都会判断成为 不是基于我们个人的想法 而是基于一种普世的绝对必然性的 非经验的想法 只有当基于这样的一种类型的想法和观念的时候 我们才有可能把它诉诸为道德 这就是我前面说的那个例子 就是说我们往往判断的时候 说某件事情你不应该这么做 我们并不是我们想要表达出来的那种意思 不是说这件事情我认为不应该这么做 而是说这件事情本来就不应该这么做 这么做就是错的 它不是基于我的个人的判断 大家说到这里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有种体会的 你们平时在生活当中说到某件事情 这件事情是不道德的 你不应该做这件事情 当我们要表达这种思想的时候 我们往往就在诉诸排除个人经验 并让对方感觉到不是我认为应该这么做 而是所有的人是非经验的一些纯粹的想法 就是不应该这么做 不是基于任何人的观点 而是这件事情就是不应该这么做 这就是一种诉诸先天的法则的这样的一种道德观念 但是在我们平时生活当中 虽然我们有这样的一种理性的诉求 但是我们往往作为普通人很难以去把握 我们往往普通人会受到很多经验的影响 受到很多七情六欲的影响 所以说就在我们的判断当中产生了混杂着经验 混杂着个人欲望 混杂着一些个人背景文化的一些道德判断 而这些道德判断当中呢 又包含着我们的理性的非经验的一些道德判断 它把它混杂在一起了 所以说我们就往往在生活当中就会发现 一方面我们要诉诸于一种绝对必然性 道德法则的一种先天必然 但同时呢 另一方面每个人之间又互相有冲突 而冲突的部分正是我们的经验的部分 在当中起作用 在互相冲突 这正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所发生的 既想把我们的观念 诉诸于绝对必然性 去让对方承认 但同时呢 我们又不得不发现 我们总是和对方的观念在发生冲突 于是又退回到 好像我们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是有每个人自己的想法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道德观 就是总是处在这样的矛盾摇摆当中 这就是康德下面接下去会说的 他说 当然这些法则还要求有被经验磨砺了的判断力 这就是说 你要真正的做到 用纯粹理性 排除一切经验 去做道德判断的时候 那你的理性就要经过去磨炼 经过磨炼之后 你的就是你的判断力要去磨炼 你要通过实践当中 在经验当中不断的去磨炼你的判断力 达到一定的水平之后 你才能够做到排除你的个人经验 然后仅仅关注在那些真正纯粹的非经验的部分 这是要通过经验去磨炼你的判断力的 所以说康德哲学这里经验重不重要 当然重要 重要在什么地方 就是我们有理性 我们有通过理性推理出来的道德法则 但是我们也需要经验 我们为什么需要经验 因为我们要通过经验来磨炼我们的判断力 从而使我们能够更好地运用我们的理性 那么康德接下去说 以便一方面区分在哪些场合道德法则有其应用 就是我先说 就是什么地方你可以用道德法则 就是通过你的判断力去判断 什么地方纯粹的道德法则可以应用 另一方面为道德法则找到进入人的意志中去的入口和实行的重点 就是说你让人们能够意识到 就是除了在什么地方可以应用道德法则之外 也让人们能够时时刻刻地去运用这些道德法则 去运用人的纯粹理性 很多人有的时候做事情和判断问题 只是基于他们经验 基于他们的欲望 基于他们的野心 基于他们的这种各种的财富欲等等 他们不依靠他们的理性 所以说道德法则的当中的一个诉求 或者说是康德哲学的一个诉求 就是找到人的意志的一个入口 从而通过这个入口来使人们能够去积极地去运用他的理性 从而使人们能够运用他们的纯粹实践的 就是基于纯粹理性的这种实践法则 也就是道德法则 也就是康德下面所说的 因为人的意志本身受到那么多爱好的刺激 七情六欲等等这些都是属于人的爱好 他虽然有能力产生某种实践的纯粹理性的理念 就比方说公正自由 某些事情是应该这么做的等等 就是他会产生一种纯粹的理念 但要让这些理念在他生命的历程当中起作用 却不是那么容易 这点我相信很多人都有体会 那么这段就说到这里 那么下一段开始他就说 所以一个道德心而上学是不可或缺的 必不可少的 不单纯是出于思辨的动因 为的是探求那些先天至于我们理性中的实践原理的来源 是因为只要缺失正确评价道德那种引线和至上的标准 道德自身总是会受到各种各样的败坏 意思就是说 道德行而上学是不可或缺的 是必不可少的 是我们每个人在做道德判断的时候是肯定是需要的 只是普通人可能已不能完全做到基于纯粹理性去判断这种道德法则 但是前提条件是这个道德法是不可或缺的 因为如果你或缺的话那么每个人都是根据他们自己的经验 根据自己的想法 根据自己的文化背景来判断 那么穆斯林有穆斯林的判断 白人有白人的判断 那么中国人有中国的判断 就是这事就没有使我们 有办法达成一个真正的符合道德价值判断 那就人类当中就不存在正义 不存在什么普世价值 不存在道德 不存在任何的我们所认为公正的东西 什么都不存在 只是基于我们经验 我们一个团体经验人认为怎么样就是怎么样 所以说一个道德行而上学是不可或缺的 也是必不可少的 它不单单是出于思辨的动因 为的是太穷那些先天至于我们理性中的实践原理的来源 就说康德这门道德哲学 它不仅仅是出于思辨的动因 它还要去先天的探究 至于我们理性中的这种实践原理的来源 并且只要缺失了这些正确评价道德那种引线 和至上的标准 道德自身总会受到各种各样的败还 就是这个道理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标准 没有那种至上的引线和至上的标准的时候 那么我们根据什么来做道德判断呢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标准 那道德当然会被败坏 另外这里我们还必须得发现 康德还有更深层次的意思 就是说 为什么康德哲学要去探究这些道德原理 要让我们明白这些道德原理是什么样子的 就是我们不仅要知道这些道德法则是什么 同时也还要探究那些根本性的原理是什么 为什么要去探究这些东西 康德还有更加深的层次在里面 他的意思就是他想要表达的 或者说他想要达到的目的 就是说不仅让人们明白有哪些道德法则 而且还要让人们知道这些道德法则原理 从而去真正的履行道德法则 而不仅仅是符合道德法则 什么意思呢 这个意思康德在下面就是做了解释 他下面是这样说的 他说因为对于什么才应该是道德上善的 仅仅是合乎德性法则是不够的 而且必须也是为了德性法则而发声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前面我解释一大堆 其实还是上几个视频的内容 但是这个视频当中 他讲的这段当中 他是更加深入的一部分 他是说光光有法则 单单有法则还不够 你还要是为了道德法则而发声 这里我举个例子 我想大家就可以很清楚是什么意思 康德有个例子就是说 做人不能撒谎 那么我们知道做人不能撒谎 是一条道德法则 或者说撒谎是不道德的 是一条道德法则 那么光有这条法则 我们的行为符合这条法则 它还不能算是道德 就是说在康德哲学里面 你的行为符合了这条道德法则 你还不能算是道德 什么样才能算是道德呢 就是不仅你的行为符合道德法则 而且你还是出于道德法则 才去产生这种行为的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比方说 做人不能撒谎 有些人的行为 的的确确是符合道德法则的 比方说他这个人是很诚实 确实不撒谎 但是他为什么不撒谎呢 对于有些人来说 他不撒谎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他是希望别人相信 他是一个诚实的人 这样的话 别人就可以向他透露心事 然后他就可以通过这些东西 去赢得别人的信任 那么他就不撒谎 又比方说某些商人 他做生意非常的诚实诚恳 他为什么做生意诚实诚恳呢 是因为只有通过诚实诚恳做生意 他才会有更多的回头客 才会有更多人才来跟他做生意 他才能够获得更大的利益 他才能够更大的满足自己的私欲和利益 也就是说你会发现以上这些行为都是符合道德法则的 但是他们并不是出于道德法则 这些行为并不是因为道德法则而发生的 他们仅仅是符合道德法则 一个出于道德法则而发生的道德行为 他应该是仅仅是对法则的尊重 就比方说一个人不应该撒谎 是因为他认为撒谎本身就是不对的 这和是不是对他有利没有任何关系 一个商人做生意就应该做一个 就是好的商人 不应该欺骗顾客做一个真诚 把真诚至上和顾客做生意的这样商人 不是因为他害怕顾客不回来 也不是因为他担心做不到更大生意 而仅仅是因为他认为做一个人和别人打交道 做生意就是应该诚实至上 真诚至上 不是因为他个人的利益 这才是出于道德法则 而所谓的个人的利益 比方说他因为说了真话 说很诚实所以别人信任他 愿意跟他交心 比方说他做生意非常诚实 那别人信任他 愿意跟他做更多的生意 这只不过是因为他对这些道德法则的遵守 所带来的一些好的结果 但他并不是为了这些结果来做这些事情 或者说就算他有一部分是为了这个结果 但这也绝对不是他首要的原因 他首要的原因仅仅是因为他认为 做人诚实就是道德的 应该做人诚实不应该撒谎 做一个诚实人 或者说是做一个不诚实人 做一个撒谎人是不道德的 他就认为这么做是不对的 这是他所出于道德法则才这么做的 而不是仅仅符合道德法则 我不要这个例子 我解释的是不是够清楚 那么我们接下去往下面读 康德下面说道 否则那种符合 康德接下来说道是 否则那种符合就只是非常偶然的和形形色色的 因为有时不道德的根据固然也会产生出合乎道德法则的行为 但更多的产生的是违背道德法则的行为 康德这里就说到了 就是如果你不是出于道德法则这么去做 而仅仅是为了符合道德法则这么去做的话 那么这些都是偶然的 就比方说商人为了利益 他真诚不撒谎 和老老实实的跟顾客做生意 如果他是为他个人利益才这么做的话 那么他就是偶然的 不是必然的 因为哪天他发现利益不对了 好像撒谎 而就是说真诚做生意得不到利益了 他就开始撒谎 就开始骗你 就开始批骗顾客 又比方说某些人 他不撒谎 做一个真诚的人 他仅仅是希望别人能够信任他 希望通过别人的信任可以交到更多朋友 如果突然之间他哪天发现 这么做 别人不再信任他了 不能交到更多的朋友 或者不能为他谋取更多利益的时候 他就开始变成一个撒谎的人 变成一个不真诚的人 就是说他会见分使多 但是一个真正的出于道德法则 去这么做的人就不会 他不管别人对他是不是好 不管别人是不是信任他 也不管别人是不是跟他交朋友 他就是认为做一个真诚的人就是对的 他就是要做一个真诚的人 没有其他的 就是附带了其他想法 所以说他就是一种必然性 但是如果你仅仅只是符合道德法则 而不是出于道德法则 那么你就会产生这种偶然性 而且这种偶然性还是形形色色的 各种各样的情况都可能会影响你的道德行为 各种情况都会影响你的道德行为 所以他说有时 当然了康德这里也提到了 他说因为有时不道德的根据 固然也会产生出合乎道德法则行为 但更多的时候是产生违背道德法则行为 就是说如果你的行为只是仅仅符合道德法则 而不是处于道德法则的话 康德不排除的的确确是有些情况 你的行为你是能够做出一些符合道德法则行为 但是如果你不是处于道德法则去这么做的话 那么往往你产生的是一些违背道德的行为 这点是很容易理解的 现在就是康德接下去说 现在既然纯正的和真正的括号这里 这在实践中恰好是最重要的 注意康德这里说了 这在实践中恰好是最重要的 也就是说康德也认可 比方说产生好的结果 或者产生一些好的影响也是重要的 但是这里最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最重要的是 在实践当中最最重要的是 纯正的和真正的道德法则 除了在一种纯粹则学之中 不可能在任何别的地方找到 这是最最重要的 就是说一切纯粹的和真正的道德法则 除了在一种纯粹哲学之中 不可能在其他地方找到 只有在纯粹哲学当中 才有可能找到道德法则 他接下去说 所以这一纯粹的 形而上学 就必这一纯粹的哲学 括号里面 形而上学 就必须走在前面 没有这个形而上学 就根本不会有任何道德法则 这一点就很容易理解了 对吧 就是要把这个基于形而上学 基于纯粹理性的这个纯粹哲学 放在最最前面 在这个点上我们再来做推理 再来往后面去衍生出这样的一个道德法则 才是真正的一种基于纯粹理性的道德法则 他接下去说 甚至那种在经验性的原则中 参杂有那些混 参杂有那些纯粹原则的道德哲学 也配不上这个哲学的名字 就是说 在之前 在康德之前 有些哲学家 他们的一些判断 是把经验的原则和纯粹的 基于纯粹理性的原则混杂起来 做判断 康德说 这些是配不上这个哲学的名字的 道德形而上学就是纯粹的 你混杂任何的经验你都配不上这个名字 然后这里有个小括号 括号里面说 因为把哲学和普通的理性知识区别看来的 正是哲学把后者只是混杂的把握的东西 在这么单独的科学中阐述出来 就是说哲学和普通的理性知识 就是我们平时大家做道德判断的时候 这种理性知识 大家也会有 大家也都是有理性的 产生的这种知识 这种判断 就是当哲学 就是把哲学和这种普通理性知识区别看来的 正是哲学把后者只是混杂的把握的东西 在这么单独的科学当中阐述出来 这个后者就是前面说的那个普通的理性知识 就是说 哲学就是把那些普通的理性知识当中 那些混杂的这些经验东西去掉 然后把那些纯粹东西提炼出来 从而就是在这么单独的科学当中阐述出来 这就是哲学 后来他接下去说 更不用说配不上道德哲学的名称了 因为恰好由于这种混杂 它损害了道德自身的纯粹性 并与道德固有的目的背道而驰 就是说 他不仅配不上这个道德哲学名字 而且正是由于这种混杂 它败坏了道德的纯粹性 道德本来是基于纯粹理性的 如果你把经验混杂进去 它就败坏了道德这种真纯性 你的道德基于你的经验 而不是基于你的纯粹理性 那么你在多大程度上基于你的经验 那么你就在多大程度上败坏了你的道德 因为正是基于你经验的部分 你才会产生你个人的想法 而正是基于纯粹理性的部分 你才会产生真正的诉诸 绝对必然性的那种道德法则 所以说你在多大程度上混入的经验 那么你就在多大程度上败坏了你的道德 败坏了道德自身的 还败坏了道德自身的这种纯粹性 并且与道德固有的目的背道而驰 道德是源于理性才会有道德的 并且是源于纯粹理性才会有道德的 人为什么会有道德 是因为人有理性 所以人才会有道德 不是因为人能够接触到大千世界的 种种的经验才会有道德 动物也可以接触到 人类世界当中能够接触到东西 但是动物能产生道德吗 它不能产生道德 一些没有理性的东西 不管你给它接触大千世界 多么先进的东西 它都不可能产生道德感 正是因为人有理性才会产生道德 所以说一旦你混入了经验的东西的话 基于经验去做道德判断的话 那么它和道德的本身固有的目的 就已经背道而驰了 那么说到这里的话 我们今天的这个康德哲学的 道德行而上学的讲课就到此 先结束了 那么我们再下个视频节 我们再下个视频节目的